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。 李线突然更薄,仅8个字让粉丝激动了。 留言很暖很贴心呃。 其实以前的李线,也只是一个配角演员。 李线曾经做过,陈伟霆、陈晓的配角。 她就是从这样的一步又一步剧的配角打酱油熬上来的,凭借线男友爆红。 小倪认为那有什么爆红,不过是一步步脚踏实地走过来。 李线也是靠她自己一步步的努力,才有现在的人气。 李线,她是一个很好的神。 有了好的资源,小倪相信她会向陈伟霆、陈晓这些同事多借鉴。 积累经验,以后才能这个演艺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 现在的李线,在娱乐圈的热度非常高。 李线在很多女孩子的心目中都是男神。 大家有没有发现李线和谁合照都是直男脸,唯独和她歪嘴笑?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她到底是谁呢? 那我就告诉大家吧,她就是欧阳娜娜。 大家都可以看到,李线和欧阳娜娜的合照。 小倪觉得合照里的李线,简直就是一副大哥哥的样子,而欧阳娜娜则是小妹妹,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。 尤其是歪嘴笑的时候,有一种坏坏的感觉,不得不说。 他们两个站在一起还真的挺像兄妹呢。 原谊文宿 10年3月1日